在美國有一位鋼琴家 因為疫情爆發 導致大部分的演奏取消 他利用在家的空閒時間 練就了一身好手藝 製作美麗的花朵蛋糕 廣受好評 還開了網路商店 販售自製的蛋糕 雙手在琴鍵上滑動 住在紐約的鋼琴家納維 毫不費力地演繹肖邦夜曲 同時廚房裡一個色彩繽紛 花朵滿滿綻放 充滿浪漫氛圍的蛋糕 也是納維親手做成的 現年51歲的納維 是著名小提琴家 伊扎克帕爾曼的女兒 她從6歲就開始學習鋼琴 擁有35年的專業演奏經歷 曾登上卡內基音樂廳 和林肯中心舞台 自從疫情爆發 使音樂會暫停 在家無事可做的納維 便開始觀看線上課程 學習烘焙及蛋糕裝飾的技巧 我感到這就是 在一個模特性的表現 像作詞作詞 是出現實際的表現 從你 然後就覺得 反正的表現 我這樣說 但這感覺 當我封印到一個表現 然後我看了一遍 大学时期主修艺术史的纳维 喜欢美丽的事物 因此制作栩栩如生的花朵糖霜蛋糕 让她找到了共鸣 后来在亲友鼓励下 纳维开始将成品相片 发布在社群媒体上 接着在2020年12月 纳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在网路上贩卖蛋糕 纳维的蛋糕都是在商业厨房制作 并且可依顾客需要 提供不含肤质及乳制品的蛋糕 售价则是在80到200美元间不等